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830一章 降服 听到声音 苏伊笑了笑 早在之前见到这么吼足的老祖所显化出的一只发像时 苏伊就认出了对方的声音 这老妖怪名幻废空桶 浩敏海灵尊 玄幽境中七修为 并非是在邓谷时期被镇压 而是在五万年前时 被崔家一位先祖亲手囚禁于此 事实上 如今被镇压在天顶山下的那几个老妖怪 最古老的一个大概被镇压了九万年 被镇压时间最短的 仅仅只有四万多年 至于在邓谷时期被镇压再次的那些 更古老的角色 早就在岁月长河的磨石之下灰飞烟灭 毕竟被镇压的情况下 修为被镜 日月遭受金镇力量的熬炼 随着岁月流逝 注定将一步步走向死亡 纵使是黄道路上的顶尖人物 也抗不住这般折磨 简而言之 黄者并非永恒不灭 为何不语 难道出变故了 动口深处 再度传出沸空投那沙哑的声音 紧跟着 一道清朗如中庆的笑声响起 人生最痛苦之事 莫过于才刚看到希望 就又跌入绝望深渊 废老弟 你说呢 这声音中气十足 偷着一丝调侃的味道 而后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 他妈的 烦死了 每次一听到你这老东西说话 老娘就恶心地要死 这声音甜润柔美 可却透着暴躁抓狂的味道 昭文道 细死可以 可他我苦苦求得八万载 却对我所向往知道求而不得 死而不能 何其悲哉 那清朗声音窥叹 老娘可真恨不得把你生吞活泼了 那柔美声音杀意十足 那清朗声音却一点不老 笑呵呵道 天街妹妹连生气都这般好看 这身不见底的洞府之下 此刻竟是显得颇为嘈杂 苏义一边饮酒 一边听着这些声音 也不说话 显得很有耐心 闭嘴 一道干瓁声音的声音呼得响起 顿时 洞口深处一片寂静 那柔美的声音和清朗的声音皆消失了 听到这 苏义眼眸闪动 这老东西果然还活着 敢问外边的是崔家哪位道友 那干瓁声音的声音从洞口深处响起 这个洞口下方之通天顶山地底之下 足有万丈深 且其中覆盖着尽致力量 和这一道干瓁声音传出时 却只似一道闷雷般 轰然响彻天地间 激荡十方风云 天顶山不远处的崔长安不由抬头望去 围烧间浮现一抹凝重 九万年了 那老东西竟然还活着 费长亭都被这一道声音惊道 虽然只是一道声音 可那其中蕴含的威势 却惊天动地 正是人心 苏义覆手于背 柱卓在洞口一侧 眼神深邃 扶持下方 道 老爬虫 好久不见 轻飘飘一句话 却似识破天惊 那干瓁声音的声音猛地叫道 你 你是 苏老怪 苏老怪 洞口深处 传出一阵嘈杂惊叫 无疑 其他几个老妖怪也被惊到了 苏老怪 费长亭则有些忙 那明明是个十多岁的林香静少年 怎可能是老怪物 就见苏义道 我这次前来 想请你们帮个忙 阁下连身份都不透露 就直言要我等帮忙 是否太莫名其妙了 那干瓁声音的声音响起 就是 你究竟是谁 那柔美甜润的声音问道 我只希望 最好不是苏老怪 那清朗声音语气低沉 惊疑不定 非空童则冷冷道 不可能是苏老怪 我之前见到过此子 只不过是个林香静少年罢了 无非是能够借用此地的周天珠邪阵罢了 各位可千万别上当 这时候就连非常庭都听出 那被镇压在天顶山底部的几个老妖怪 对所谓的苏老怪充满了深深的忌惮 苏老怪 苏等等 难道说老族他们之前怀疑那苏义是玄军建主 费长庭想到这不禁呆之在那 可能吗 就见苏义智若网文般 自顾自道 今日之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管你们愿意与否 这个忙 你们都得帮 平淡的话语 透着不容违逆的味道 这让洞口深处那几个老妖怪一阵沉默 旋即 费空铜的冷笑声响起 就是催龙相老二在此 也断不敢说出如此狂妄之语 你一个灵相敬角色 算什么东西 也敢 话没说完 就见苏义探手朝洞口深处隔空一抓 哄 整座天顶山猛的巨阵 无数尽致力量汹涌轰鸣 该死 费空铜惊怒的大叫响起 而后一道身影被无数秘籍的血色神链捆腹 像个纵则似的掠出来 扑通一声跌落在苏义身前 这身影骨兽临循 身着黑袍 长发披散 脸色辣白 一对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 直似一具干尸似的 老祖 费长廷战声大叫 那被血色神链捆腹的黑袍身影 正是魔后足名海灵尊费空铜的本体 只不过 此刻却显得极为狼狈和不堪 老黑狗 你怎么还像当初那般 喜欢吟吟狂吠 一点长进都没有 苏义淡淡说道 费空铜豁然抬头 满脸猙獰道 你究竟是谁 苏义没有理会 翻手取出一盏巴掌大小的青铜莲灯 莲灯表面 转刻着凡蜜古老的梵文 莲灯的灯芯 则是一个无灭佛陀 加福而坐的形象 天欲莲灯 小西天藏业佛主 亲手祭连的佛宝 据传 藏业佛主曾以心头絮为末 在此宝内明刻三千部梵文宝经 让此宝充盈着无量伟力 可去邪沙魔 诸灭邪碎 连化罪迁 破除灾恶 神妙莫测 答应帮忙 就主动进入这天玉莲灯内 但是成之后 我自会放你出来 苏一目光看着沸空桶 指了指手中的天玉莲灯 若我不答应呢 沸空桶满脸铁青 谋字中杀鸡汹涌 身为玄游境中期皇者 哪怕被镇压数万年之久 他那一身为室 竟是看不出虚弱的迹象 气氛压抑而沉闷 远处的崔长安 费长亭 洞口深处的那几个老妖怪 皆禀惜凝神 紧张关注 苏一随口道 我帮你答应 声音刚响起 他以周天珠邪阵的力量 催动天玉莲灯 哗啦 一片片青铜花瓣绽放 佛光万丈 无数繁密的梵文 似星辰般在佛光中 闪烁明灭 一阵阵宏大的禅音随之在天地间轰然响起 哄 对近阵力量捆腹的费空通 根本来不及闪避 就被一片佛光扫中 身影被卷入莲灯之内 眨眼间消失不见 费长亭目自欲猎大叫 老祖 可他却无力营救 只能满腔悲痛地看着这一幕 快要崩溃 就是崔长安 都不禁暗自唏嘘 苏伯父还是如当初那般霸道 洞口深处 则一片死寂 无人出声 无疑 那几个老怪物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老穷酸 自己出来 苏一淡然开口 洞口深处 那清朗的声音发出一声惊叫 道 阁下究竟想做什么 苏一懒得废话 如法炮制 探手一抓 便从洞口下方抓出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身轴破旧如袍 虚发潦草的男子 看起来年轻 眼眸中却尽是沧桑之意 和费空同一样 此人也被重重血色神念捆腹 无法动弹 他被抓出来之后 眼眸死死盯着苏一 似要辨认什么 还是这副德行 苏一也看了看着如袍男子 摇头不已 你 你 如袍男子似意识到什么 站上开口 可还不等说完 整个人就被一片浩荡佛光扫钟 刹那间被囚禁在了天狱灵灯内 苏一再次开口 天机老妖婆 该你了 是 这一次 那天润柔梅声音的主人直接答应 显得无比公顺 轰隆 天顶山巨阵 尽致力量沸腾般汹涌起来 而那洞口深处 则有一道耀眼恐怖的紫光掠出 一路破开重重进阵 当掠出洞口时 于是不减 就要暴冲离去 啪 一条粗大的血色神链狠狠抽在那一抹紫光上 紫光顿时溃散 一道之痛的惨叫随之响起 就见紫色光辉崩散中 一道窈窕修长的身影跌落在地 肌肤胜血 青丝如铺 哪怕所穿的一袭紫色语长已经陈旧破损 依旧难掩她的美丽 她模样看起来就和十五六岁的少女般 眉眼弯弯 容貌精致 楚楚动人 此时遭受鞭挞 额眉促起 红唇紧咬 尽是痛苦之色 非但不显的猙獰 反倒给人一种别样的魅惑 所以却完全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 这老妖婆 足有六万年到好 最初是好 是些道路上一个魅惑正生 霍乱天下的角色 被一众血修称作是天机妖黄 死在其手中的生灵 庆祝难收 在我面前还想逃 着实欠打 苏义春饭鸡翘之色 此时 紫长女子已经被重重血色神炼禁锢 她蜷缩在那 脸庞煞白 美眸紧满泪水 战身哀求道 还请道友手下留情 慕家再也不敢造次了 一副弱小无助的模样 苏义却抬手一点 怕 又是一道血色神炼 狠狠扁塌在紫潮女子身上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832章 收剑 血色神炼打的紫长女子郊区乱颤 痛苦思教起来 那血白的背上 都出现一道血淋淋的伤痕 天机 在苏大人面前 还敢玩弄你那点魅惑手段 和一语找死 与此同时 那洞口深处响起那生硬干瘪的声音 真的是苏 苏大人 紫长女子眼眸瞪大 恍然之余 那眉梢眼角也是浮现一抹京剧之色 自己进去 苏语一指天玉连灯 是 这一次 紫长女子似彻底任在班 低着琴手 浑身颤抖着爬起身 亮亮呛呛走进了天玉连灯 眨眼消失不见 这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费长亭满脸难以置信 苏大人 难道真的是 崔长安道 我之前已告诉你 拜在苏公子手底下 就是死 也可以死得其所 死得荣幸 死得值 现在 你明白了 费长亭艰难地吞了吞吐 失魂落魄般 颓然在地 难难道 船粉中 五百年前的时候 那位 不是已经逝去了吗 怎会这样 天顶山之巅 老耙虫 该你了 苏一开口 苏大人就不担心 老夫出去之后 发生一些意外 洞口深处 那干瘪生硬的声音说道 你可以试试 后果自负 苏一淡然道 洞口深处一阵沉默 而后 天顶山上的金阵力量猛地剧烈震荡起来 无数血色神炼哗哗作响 地动山摇 崔长安心中凛然 谋子终神盲勇动 戒备起来 作为崔氏族长 他自然要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被称作老趴虫是何等恐怖的一味存在 早在九万年前 对方一身刀横遍真至玄幽静大圆满地步 雄威之上 震朔还宇 天顶山在震动 覆盖其上的周天珠邪阵都似乎有支撑不住的迹象 苏义咒了咒美 抬手按在一侧大滩中央的剑柄上 轰 剑柄迸射出耀眼 射人的青色光焰 阵阵如超般的剑银轰然大作 响彻九天十地 清晰可见 一股佩然无比的剑势轰然扩散 融入周天珠邪阵的力量中 一举将那一股异动的力量压制住 与此同时 义生们轰从洞口深处传出 在这一场无形的争风中 那老爬虫怕是吃了暗亏 崔长安眸光闪动 苏大人莫要误会 我只不过是想试一试 苏大人究竟是不是老夫认识的那个苏大人 毕竟 如今的苏大人和以前相比 修为可差太多了 那干瘪生硬的声音响起 既有冒犯之举 是否当罚 苏义淡淡说道 一阵沉默后 那干瘪生硬的声音传出 苏大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都不愿成我一生道友 直至如今 游自视我如阶下球 着实让我不甘 声音中 透着无尽的感慨 我当初说过 你不配 苏义审笑 说话时 他右手按在剑柄上 随着掌指发力 哼 剑银汹涌 剑势冲销 覆盖天顶山上下的周天珠邪阵 也随之爆战出恐怖的道光 洞口下方最深处 响起一阵令人惊心肉跳的激战碰撞声 片刻后 苏义收手 顿时 剑银消散 天顶山沉寂 洞口深处的剧烈动静也随之消失不见 多谢苏大人惩处 老夫 心服口服 那沙哑声音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是笔之刚才 却透着一股虚弱的味道 无疑 之前苏义动手 让这老爬虫吃足了苦头 这让崔长安内心都一阵感慨 苏伯父如今虽然只灵相敬修为 可那等手段和力量 仍旧强大到足以令黄者胆寒 而这一次 无须苏义在出声 一道骨兽林寻的身影步履蹒跚地从洞口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须发潦草蓬乱 满脸皱纹的老人 眼眸成淡金色 身着残破陈旧的道袍 一条条血色神恋从棋体内贯穿而过 宽覆在他通体内外每一处地方 行走时 神恋哗哗作响 闪耀着惊人的静止光泽 这老人看起来奄奄一息 可当他艰难迈步走出洞口 来到这天顶山之巅 一股恐怖凶利的煞气随之扩散而开 令得天地昏暗 山河皆颤 隐约可见 那凶利的血色煞气 在天穷下演化成一条足有千丈长的血色蛟龙 躯体攀绕如山岭 昂首望天 费长亭毛骨悚然 骇然失色 这是何等神圣 明明被禁锢和镇压 可那等凶威 却怎还会如此恐怖滔天 崔长安眸光闪动 也无法淡定 他曾听父亲崔龙相说过 这早在九万年前就被镇压 在此的老家伙 本体乃是一条诞生于 醉签鸣合中的拧龙之魂 以吞噬醉签之力修炼 性情暴力乖张 誓傻成性 九万年前 这老家伙开创血龙教 自封明和龙君 短短百年时间 就收拢天下邪修上万人 让血龙教一跃成为 幽冥界第一流的邪魔势力 在其后的千年时间 不知多少修行势力 被血龙教探灭 更不知多少城池的生灵 被血龙教是做血实烈化 惹得天怒人怨 人神共愤 最终在孟婆殿 黄泉宫 火照神殿 崔家等一众顶级道统联手下 一举将血龙教探灭 而开创血龙教的明和龙君 也被活情 镇压在这裁决 私地下牢狱第三层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只是 连崔长安都没想到 九万年岁月过去 这明和龙君的凶威 依旧如此可怖 古兽灵巡的老人 走出洞口后 那淡金色的瞳孔 第一时间看向苏义 玄吉寺意识到什么 道 苏大人 莫非 你探寻到轮回之密 苏义没有理会 只抬手指了指天于连灯 连一个字都没说 老人神色明灭不定 他似乎看出 苏义已懒得和他多说一字 不由长叹一声 难难道 能帮苏大人的忙 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若换作是摧龙像老儿 嘿 他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下去 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天于连灯内 哗啦 连灯佛光汹涌 转身就将老人的身影镇压其中 苏义抬手一点 天于连灯数而变成拳头大小 弱入掌中 仔细看 连灯四周的花瓣上 分别映现出一道虚影 赫然正是老爬虫林和龙君 紫长女子天机妖黄 如袍男子老穷酸 以及磨好作老祖废空童 至此 苏义没有再迟疑 抬手抓住倒台上的剑领 朝外一把 枪 一道悠扬的剑银响彻 天地猛地震颤 一片瑰丽如梦幻般的青色剑影腾空 光耀十方 这一瞬 这地下牢狱第三层世界四 一下子被照亮 无皮耀眼的青色光影 似九天月灰般 驱散灰暗 百里之外 一座座混天阵魔柱上 那被囚禁不知多少年的凶徒 一个个震害师神 费长亭肌肤刺痛 瑟瑟发抖 瘫痪在那 直觉那天地间的剑光 直死来自仙人手中 光彻周虚 恐怖无边 原来 这就是青影剑的真面目啊 崔长安也不由浮现一抹惊艳之色 在苏义手中 一柄道剑皎洁空灵 虚幻若光影 灿若天上明月 萌萌青光从剑身倾泻 弥漫出的气息 强大的令人心颤 这就是青影剑 当初曾陪伴苏义征战幽明 一层屠戮不知多少大敌的首级 时隔三万年后 青影剑与此刻横空出世 翁 青影剑在颤抖 似在喜悦欢呼 苏义欣慰之余 内心不由一阵无奈 以待如今的道行 还远不够驾驭青影剑 也无法施展出此剑的真正威能 不过 用来镇压那几个老妖怪 已经绰绰有余 因为此剑剑柄处有成道时 其中封印着他前世的一部分道行 若真动用 轻松可斩伤那几个老妖怪 苏义屈指一旦 青影剑剑身泛起阵阵涟 书尔兼化作三寸大小 被苏义抬手震在了天狱连灯那形似 无灭佛陀的灯心处 一眼看去 似佛陀捧道剑 独坐连台 颇为神意 苏义这才收起天狱连灯 今夜若仅仅只有天狱连灯 根本无法镇压那几个老怪物 同样 若没有轻影剑 苏义要想震慑住那几个老怪物 也得费不知多少功夫 没有再耽搁 苏义迈不从天顶山走下 我先走一步 记得莫要泄露今夜的事情 苏义吩咐道 崔长安肃然领命 苏伯父放心 苏义折身而去 目送苏义的身影消失不见 崔长安目光重新看向费长亭 神色淡漠道 咱们继续 费长亭明显以心死如灰 语气苦涩道 你说得不错 如我被这般人物 能够败在玄军剑朱手底下 纵死也可无憾了 苏义离开裁决四遗址时 已是深夜 今夜 他从诸天当铺中得到了天狱连灯 都添血如这两件震杀 邪碎之物的至宝 也是今夜 在裁决四遗址内 他将那四个老妖怪 镇压于天狱连灯内 带走了镇守天鼎山 三万年之久的青影剑 再加上最佳的万道术 紫罗城城门前的谢志 必按两座十项之力 当一个月后的万灯节来临时 当足可化解任何突发的灾结了 苏义想到这 身心一阵轻松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八百三十三章 万道术 崔氏一族 一座淋着湖水的楼阁内 灯火通明 这是崔长安白天 少为苏义 老瞎子安排的居住之地 当苏义返回时 一直等候在那的老瞎子 连忙迎上来 苏大人 您总算回来了 苏义点了点头 道 明天时候 我和你一起去万道术前修行 今夜就好好休息吧 老瞎子答应下来 苏义静止来到楼阁二层 走进那位自己安排的房间 却并没有多少睡意 这是他抵达子罗城的第一天 但却发生了许多事情 苏义并不在意这些 却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身修行的问题 和苍京大陆不一样 幽冥界疆域浩瀚 分布着诸多底蕴古老的道统 万族林立 更重要的是 真正站在幽冥界巅峰位置的 是黄者 对现在的苏义而言 要收拾一些 玄兆境出击的黄者 已谈不上太困难 可他同样清楚 那是没有碰到最顶尖的 玄兆境出击黄者 一旦碰到了 以他如今的修为 也注定输多赢少 只能动用外力来杀敌 就像今夜在裁决 四遗址中的行动 若不是借用周天珠携阵之力 他也不可能轻松就将费长亭 屈明威 虽被中这些黄者镇压 同样 若不是依仗轻颖剑和天玉连灯的力量 他也很难把那几个被镇压在天顶山之下的老妖怪带出来 核心就在于 苏意或许能够在灵道之路称无敌 但相比于黄者 差的不是一个大境界 而是两条道徒之间的差距 当万灯节来临前 凭借在万刀数前进修参悟的力量 足可让我的修为他入名人境中 并且还可以修炼出真正的原机道义 到那时 纵使是玄兆镜出席的顶尖角色 怕也在威胁不到我 私存许久 苏意开始静修打坐 一日一早 天刚亮 崔长安便亲自来访 昨夜 这位崔氏组长分别对费长亭 崔卫正 屈明威进行审讯 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消息 按照他的说法 无论是魔吼族费长亭等人的行动 还是屈明威的出现 以及崔卫正的叛变 一切的根源 就在崔龙巷遭遇黑色名传这件事上 世人都认为 崔龙巷已遭难 无法返回 这等情况下 莫吼族蠢蠢欲动 试图借着万灯节的机会 营救被镇压于天顶山之下的废空桶 古族曲是本就和崔氏视视同水火 素有仇怨 自不会错过这个对付崔家的机会 至于崔卫正之所以叛变 倒并非是受到了胁迫 而是想为自己谋一条后路 原因很简单 崔卫正认为 崔龙巷无法返回的情况下 一个月后的万灯节来临时 崔家必将遭受重创 甚至会有负灭的可能 而古族曲是 也曾暗中联络崔卫正 云诺只要崔卫正出手 帮他们去家做一些事情 事后自会保佑崔卫正和其亲属的平安 可惜他们的谋划 在昨夜的时候 已功亏一篑 还好这次有苏伯父在 否则 昨夜时候 任由那些混账潜入 裁决司一旨 必会埋下明天火患 崔长安感慨道 想一想 若让飞长庭提前在裁决司一纪 那不是传送进阵 当万灯节来临时 一众大敌突兀地出现在地下牢狱第三层 放走那些被镇压的老妖怪 那当后果该是何等可怕 续知 千年一度的万灯节来临 此罗城将会遭受到可怕的诡异力量的冲击 到时候弱骨族驱逝 澹台市 红市的力量在趁机杀来 崔家上下 注定将遭受到严重冲击 的确很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危机 你父亲离开前 就没有安排后手 苏一问 崔长安低声道 安排了 不过 他老人家恐怕都没想到 崔魏正这司会变成叛徒 说到这 难也愤悍 什么后手 苏一问道 崔长安道 当初父亲离开时 把掌控万道数本源力量的秘诀传授给我 说若一旦发生无法化解的危机 就带着族人借用万道数的力量 先从紫罗城逃走 留得青山在剥筹煤柴烧 苏一吃得笑起来 调侃道 这的确是你父亲的作风 魏律圣 先律拜 万事从坏处着眼 从不和仇敌死磕 崔长安很失去的没有接话 身为人子 他怎敢忘义父亲 崔长安转移话题 小说道 还好 这次有伯父在 大局可定 苏一瞥了崔长安一眼 道 我自不会见死不救 不过 你也别高兴太早 在万灯节来临前 最好将你们崔家上下统统排查一遍 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内奸 毕竟 让外壁先安内 崔长安神色庄正道 苏伯父放心便是 苏也没有再多说 道 走 去万道书那走一遭 崔家的府邸 光与灵力 占地极广 其内别有洞天 万道书 就位于崔家的一处明幻金螺洞天的秘境中 此树乃是先天神物 自更古时期 就扎根于崔家的的盘上 乃是崔家的镇足神物 崔长安带着苏义 老瞎子 一起来到了金螺洞天内 这处洞天约莫三千丈范围 只能算是小洞天世界 但其中运机的大道力量 却澎湃如潮 瑰丽的神兮瑞光从天垂落 将整个秘境世界称得一片神圣 而在金螺洞天中央 扎根着一株足有树人核爆的大树 老皮开张若求龙 紧紧树干便有百丈高 枝丫繁蜜如晴天散盖 远远一望 大树上下 缭绕着耀眼的缤纷下光 似绚烂的彩虹光影般 如梦似幻 这就是万岛树 传人此树上 运生着幽冥界最为本源的大道力量 不同的修士 能够在大树前领悟到不同的大道庙地 故而才有万道支撑 老瞎子身为鬼灯挑石棺一脉的传人 自然不是没见过失眠的人 可当远远地看到万道树时 也不由心生震撼 在幽冥界 崔家的万道树绝对是最有名的先天神物之一 在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不知让多少皇者人物掩任何垂涎 苏公子 我就不叨扰了 你们两位只需在此静修便可 崔长安笑说道 有老瞎子在 他自然不能再称呼苏义伯父 苏义点了点头 他也清楚 昨夜的事情发生后 崔长安身为组长 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很快 崔长安就匆匆而去 苏义则带着老瞎子 竟直来到那万道树前 你且在此树之下打坐 并起杂念 将心神彻底放空 直至我两望之际 便可感应到万道树的本源气息 苏义指点道 到时候便可记住万道树的力量 来修复你体内的道伤 老瞎子深呼吸一口气 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点头答应 他盘膝而坐 随着身上道行运转 很快就陷入深层次的感悟之中 浑然望我 倒不是老瞎子悟到的天赋 有多惊艳 而是在万道树前 再愚钝地修着 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大道气息 苏义复守于卑力在那 抬眼眺望着万道树 那高大的躯干和质压 许久之后 他的神念扩散 释放出一阵 晦涩古怪的阴结 哗啦 原本寂静不动的万道树 质压呼地摇晃起来 掀起一阵阵瑰丽缤纷的道光 而后 随着一道灵霞垂落而下 树尔化作一个 虚幻缥缥缈的女子身影 女子白发如雪 眉心一点红质 自容和身影 皆缥缈模糊 冷罩在一缕缕烟霞道光之中 当看到苏义 女子唇角边 浮现一抹亚异之色 道 真的是苏道友 她声音同样缥缈 仿似天类般空灵 苏义一只旁边打坐的老瞎子 道 莫要惊扰她 女子笑了笑 抬手一招 哗啦 一片道光垂落 将老瞎子周身冷罩其中 而后 女子自已经知小苏义身份 神色感慨道 当初 崔龙像就藏颜 道友必然已经找到轮回之秘 实现转世成修的目的 如今一见 果然如此 女子气质清静淡雅 面对苏义时 则如固有重逢似的 有欣喜 也有感慨 苏义笑了笑 道 崔龙像这老狐狸 虽然胆子小了一些 但眼光却一直不错 女子谋光上下打量苏义 好奇道 道友能否跟我说说轮回之秘的事情 苏义摇头道 这其中的奥秘 牵扯到一些进气力量 除非真正见到轮回 否则 任何文字无法言说 女子想了想 道 天机不可泄露 苏义笑道 可以这么理解 女子轻语道 果然 轮回之真谛 早已被遮蔽在天机之内 即便知道轮回存在 也难形容其奥秘 这就叫到本无形 无可名其状 说话时 他沉犯一丝笑意 道 不过 现在见到道友之后 我起码知道 古老时候的轮回传说 并非虚妄 而是真有其事 苏义呼地笑说道 当初你曾说 若我苏玄君能找到轮回之秘 就会考虑和我一起离开 现在你可考虑清楚了 女子震了一下 眼神微微有些一样和古怪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八百三十四章 活缩忽人间 女子白发如雪 眉心一抹烟红印记 身影飘渺虚幻 直死真正的仙子般 尽显超然空灵的神韵 可听到苏义这番话后 她却有些不自在般 半想后 她抿着纯道 苏道友不担心 崔家上下和你拼命 苏义笑道 倘若你是被迫的 那她们崔家自然不允许 倘若你想走 崔家又怎可能留得住 眼前这女子 是从万道数诞生出的 本源姓灵 早在更古时期 就以觉醒意识 这无尽岁月以来 一直在万道数中修行 偶尔也会行走于人间 游历于世事浮沉中 但更多时候 是在万道数中前修 崔家的祖祖辈辈 借称获女子为太宿灵尊 所谓太宿 便是原始最初之意 女子伴随万道数而生 恰如其称好 不过 苏义更清楚 女子曾为自己 取了个独属于她自己的名字 活缩 鬼话于幽静 活缩忽人间 生于幽静 如仙境般的万道数本源之地 徘徊浮沉于人间世事 尽显其心境 女子眨巴着眼睛 道 苏道友也曾说过 不会抢人所难 此话是否算数 苏义道 当然 女子花瓣时的粉刃 唇角泛起一抹糊涂 道 那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除非 你有朝一日愿意带我去 你那泰玄洞天看一看 泰玄洞天 便是苏义前世的修行之地 也带着她当年所开创的道童 苏义笑起来 当年她来到这金罗秘境 剑多婆娑的时候 就生出要把对方拐走 带到自己泰玄洞天修行的心思 毕竟 这可是万道数的本源姓灵 天上地下独一个 难得的是性情淡雅如蓝 神韵如仙 着实让苏义欣赏 不过 苏义也不会勉强对方 她想了想说道 等她日我重返大荒九州时 自会邀请你前往 到时候就看你答应与否了 婆娑微微按手 微笑道 我觉得 崔龙相肯定不乐意 你最好能掀过了她那一关 提起崔龙相 苏义眉头不由皱了皱 道 那老狐狸前不久离开的时候 可曾告诉过你什么事情吗 婆娑想了想 道 她只说若苏玄君来了 千万别被她蛊惑了心身拐跑了 还说苏玄君前世就欠了一屁股风流债 若我跟她走了 以后还不知会遭受多少女人的仇事 苏义脸颊微微有些僵硬 苦笑道 这老狐狸 完全是信口雌黄 前世的时候 我一心修道 何曾欠下风流债 婆娑提醒道 苏道友 且不提其他 就说在这幽冥界 业余姑娘可一直在等你归来 苏义 她柔了柔眉间 轻叹道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前世我一心修道 自难免会辜负一些女人 说着 她摇头道 罢了 不提这些 我此次前来 需要再万道数千代一段时间 你不会介意吧 婆娑笑道 我便是介意 也断不敢阻拦道友在此 说着 她抬手一扶 空地上凭空多出一张暗毒 一张铺团 一张软烫 暗毒上还摆着酒壶 茶具 点心等等物品 道友 酒壶那是我亲手酿的酒 茶叶是崔龙巷的一位族叔 很久以前所留 据说是从火照神宫的 进地中采写的火云针 那些点心是用万道数的嫩芽制作 婆娑声音婉转 须须介绍了一番 而后说道 若道友还有其他吩咐 尽管告诉我便可 苏义盘西坐在铺团上 道 你若闲暇无事 帮我烹茶真酒便可 话语一点都不客气 若让崔家祖祖辈辈的仙人知道 怕是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毕竟 婆娑的存在 与他们崔家世世代代而言 俨然和庇护万道数的神灵也没有区别 可苏义此刻 却把婆娑当时女士唤起来了 婆娑不禁玩耳 似一点都不意外 道 道友虽然转世重修 但性情还是一如当初 说话时 他抬手拿出一张小板凳 坐在暗堵一侧 探出纤细如软玉式的素手 为苏义针了一杯酒 而后又打开装着火云针的玉盒 开始烹茶 丝毫没有介意这么做 会否显得卑微 苏义也魂没有客气的样子 先饮了一杯酒 尝了一口点信 这才说到 我打坐的时候 莫要打扰 说着 已经悄然闭上眼眸 运转修为 哗啦 万道数摇晃 枝叶沙沙作响 垂落一缕缕大的光影 将苏义那俊拔的身影 沐浴其中 婆娑碰插之后 先来无事 便坐在一侧 手肘撑在桌上 手腕抵着下巴 歪着脑袋打亮苏义 那清澈深邃的眸中 范琪丝丝一惨 五百年前 苏玄君离奇去世 当得知消息时 婆娑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因为在他印象中 那位宛如神话般 震说诸天的剑修 不只是修为通天 举世无双 更强大的是他的心境和气魄 这般人物 便是离世 也不可能悄无声息的离世 而今 在见到苏义时 对方的气息 神韵 皮相杰呈现出 十八岁少年独有的朝气 尤其是年龄 根本不是任何密法可以掩饰 故而 婆娑终于敢相信 李经书万年岁月的探寻和求索 早在前世已驻足在黄道尽头 凌驾于众皇之上的玄军建主 的确找到了轮回之密 实现了转世成修的目的 十八岁的年龄 却有着前世十万八千年的阅历和心境 被他坑杀的对手 定然都不敢相信吧 想到这 婆娑唇脚不由琴上一抹笑意 但玄吉 一个疑惑涌上婆娑心头 玄军建主是五百年前的十号离世 若是转世重修 李英已经有五百岁年龄 却为何至今只有十八岁 难道说 他在转世之前的数百年岁月中 是在轮回中度过 百思不得其解 婆娑便不再多想 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若苏义有一眼是身份 恐怕就是他前世最亲近之人 也很难识破他的身份 毕竟 其年龄和其前世逝去的时间 相差太过悬殊 就像之前 早在苏义和老瞎子抵达万道数之前 婆娑就已经察觉到两人的到来 可却并未认出苏义身份 也是在苏义主动 以神魂密法沟通之后 婆娑才终于敢确信 眼前这轻袍少年 便是转世归来的玄军建主 无 这是好我若出手 当可轻松将他做一顿吧 婆娑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 旋即 他笑着摇头 这样的举动 不免显得幼稚了些 恩 婆娑呼地注意到 苏义身上的契机 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 有三道堪称至高的大道气息 在其身上冲出 一道如暮色昏明时的光景 厚重而磅礴 透发出古老原始的气息 一道则如飘渺清明般广袤 带起晨曦般的耀眼光泽 一道如若于外星空 浩瀚深邃 大而无量 这三种大道气息 分别是原始 太威 昏须三种道义 可婆娑却仅仅只认出原始道义 知道这是有五行 阴阳 凤雷三种绝品道义凝聚而成 至于其他两种 他却感到极为陌生 内心不由震惊 去知 他可是万道书的姓灵 论及对大道力量的了解 世间大多皇者怕都得自探俘如 然而 以他的阅历 却无法辨认苏伊身上 所掌握的两种大道奥义 这让他如何不惊讶 哄 不等婆娑看明白 一阵道音响彻天地 轰鸣如雷 万道书随之距离摇晃 哗哗作响 婆娑豁然其身 心谋如患 光彩流转 便见苏伊身上的三种大道奥义 竟是在此刻开始一点点融合 那一瞬 只似混沌炸开 大道光与汹涌沸腾 井然不同的大道力量交织时 迸发出一幕幕不可思议的一象 有黄昏如末日降临 有清明清赋于晨曦之下 有无尽星河绝堤而下 搅乱一方星域 也有五行演化山河万象 阴阳构建天晶的尾 风雷一动 万物萌生 那一幕幕一向 彼此在演化中进行契合 让那万道书的本源气息 都似乎被牵引 与苏伊一身的道行 实现一种奇妙的融合 幸亏之前婆娑出手 用大道力量将打坐中的老瞎子笼罩其中 否则怕是非被这等动静惊到不可 他在这灵道之路上 所求索的究竟是何等大道 怎会如此恐怖 婆娑欲容明灭 灵秀柔婉的眉梢眼角 以泛起一层震撼之色 这般大道 才刚刚融合 就迸发出 旷是罕见的一项 甚至连万道书的本源力量 都被牵引 这让他都无法想象 当彻底融合之后 苏伊所掌握的那一种 全新的大道奥义 又该拥有何等 不可思议的奥义和威能 这或许就是他前世 强大道足以称 尊诸天上下的时候 也求而不得的一种大道吧 虚久 婆娑心中难难 时光如梭 一天又一天过去 苏伊身上的大道融合的迹象 一直在进行 婆娑一直在默默静观 其原本震撼的心绪 已渐渐平复 但内心深处的好奇和期待 却与日俱增 他迫切想知道 当苏伊所掌握的 三种大道奥义彻底融合 该会凝聚出 怎样一种大道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八百三十五章 大道原集 三天后 万道书如若晴天散盖的枝压摇晃 万千大道光雨垂落 将苏伊那盘膝而坐的身影沐浴其中 他周身光辖交织 道音轰鸣声熔熔如雷 宛如神圣 而在苏伊体内大道灵宫内 形似久遇见的大道法相上 正有一股全新的大道力量 正在一点点凝聚 灿若神经 炙若晨曦 但仔细看 这大道力量却呈现出一种 莫可名状的灰色气息 似有日月星辰在其中浮沉 由山河万象 天经的为衍生其中 悬而又悬 而随着苏伊不断凝练大道 原始 太威 昏须三种堪称之高的大道奥义 随之蜕变为那一种 全新的大道奥义 直至三种大道彻底融合时 苏伊浑身一震 体内那形似久遇见的大道法相 蒙地大放光明 光彻灵宫 将苏伊通体内外都染上一层 血烂如神经的光焰 而在沙海中 真正的久遇见在此刻 宛如从沉寂中苏醒 缠绕在剑身上的九条神秘锁链 也是在这一刹微微颤抖起来 这在以前 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须知 以往苏伊在道图上突破一个大境界的时候 九玉剑才会产生共鸣 释放出一股神秘力量 为苏伊巩固和提升大道底蕴 至于那被缠绕在九玉剑上的九条神秘锁链 一直不曾有过动静 然而此时 这九条神链接跟着共振起来 哼 苏伊的神魂十海都开始动荡 浮现出猪般光怪陆离的景象 可就无法看清楚 因为那些画面太过模糊和虚幻 且不断变化 没一幅画面刚出现 便转瞬即逝 这些是什么景象 为何我会感到如此熟悉 苏伊心神微微一震 那些飞快变换消失的景象 他虽看不清楚 但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 就仿佛那些景象 见识自己过往经历过的事情 可却很难想起那些事情究竟是什么 而还不等苏伊继续思考 就遇见涌现出一抹晦涩的本源力量 疏而涌入其大道法象中 哼 只似混沌初开始的巨响 在大道法象中传出 苏伊的心神都随之猛的一颤 而后 原本由苏伊掌握的原始 太威 魂须三种至高大道奥义 皆彻底不见 与此同时 一股全新的大道奥义 充盈在大道法象中 灿弱神经 剔透如玉 如若黎明是那一抹 滑坡永逸黑暗的晨曦之光 呈现出玄奥晦涩的神秘特质 这是何等大道 活缩心谋争大 透着震惊 这三天来 他一直在观察苏伊周身契机的变化 直至此刻 随着苏伊成功凝练出一种全新的大道奥义 一目不可思议的景象 也映现在他的视野中 就见盘膝而坐的苏伊身上 四披上一层飘渺的神圣光泽 以屡屡沉曦的剔透金光 在其周身撩练练阴云 凝结出一圈圈连漪式的大道波动 那等气息 看似飘渺 却像大道中至高无二的王 附近虚空颤抖 古老的万道鼠都在摇晃 婆娑是万道鼠本源中诞生的姓林 对世间猪般大道奥义近乎了如指掌 他敢肯定 苏伊此次所凝练的大道奥义 在以往岁月中 断不可能出现过 否则 早就被他一眼认出来了 很快 随着苏伊一身契机一点点沉寂 其周身的大道力量也随之消弭不见 你可认出这般大道 苏伊悄然睁开眼睛 轻声问道 婆娑摇了摇头 闻所未闻 苏伊唇边泛起一抹笑容 这就对了 今日他所凝练之大道 凝幻原疾 乃是他前世从酒欲见中 感悟到的一种大道奥义 以往根本不曾出现在这世上 婆娑屈膝坐在暗毒一侧 为苏伊珍了一杯酒 这才笑隐隐请教道 那敢问道友 此大道是何等来历 他白发如雪 眉心一抹烟红印记 气息大雅飘渺 声音婉转似天籁 举手投足之间不经意流露出的一态 也没得令人心颤 苏伊取悲引尽 这才笑道 此道名幻原疾 原之始 灵之极 以前或许没有 但从今以后 此道之名 当为世人所知 原之始 灵之极 婆娑心谋闪动 道 道友可否让我一观此道之玄奥 苏伊也正想试一试原极大道的奥义 当即说道 你且施展一门完整的玄兆境 大道法则 好 婆娑痛快答应 他探出右手 纤细血白的尸指和拇指一扣 递尖为印 吃 一缕潮汐式的黑色道光炸蟹 化作一柄鲜秀的七寸道剑 可仔细看 道剑内充盈的水行力量 却浩瀚如汪洋 自似奔腾 无边无垠 给人以磅礴无量的破人为事 玄照镜层次的水行法则 苏伊也探出右手 五指缭绕残弱神经的剔透道光 朝那七寸道剑抓去 婆娑眼眸微宁 被苏伊那大胆的举动惊道 须知 这七寸道剑所运击的 乃是完整的水行法则 其微能之胜 就是寻常的玄照镜皇者 都很难对抗 可苏伊却直接探手抓了过去 婆娑正欲提醒 最终忍住 苏玄君这等存在 出手烟可能会不知轻重 就在婆娑这一晃神之际 苏伊又手五指已抓住七寸道剑 哼 七寸道剑爆占恐怖的水行法则 微能光霞爆涌 微能之胜 令附近虚空兜剧里颤抖起来 可苏伊五指却如钳子般 牢牢钻住七寸道剑 掌指间金霞涌动 弥漫出玄傲晰色的力量波动 非但没有被水行法则震碎 反而一点点将水行法则压制住 到最后随着苏伊发力 嗯 七寸道剑在七掌指间寸寸崩裂爆碎 化作缤纷的光雨飘洒 这婆娑正柱 难掩震汗之色 一种灵道奥义 全年碎了玄照镜层次的水行法则力量 这谁敢信 这世上又怎可能拥有如此逆天的大道 旧剑苏伊略一丝寸 说道 仅仅以大道奥义自身的力量而言 我这原疾道义的威能 已不逊色于宣照镜层次的大道法则力量 但你也清楚 真正战斗时 比拼的远不只是大道力量 还有自身的修为 所掌握的秘法传承 法宝 以及战斗经验 我若想真正灭杀玄照镜初期的顶尖人物 仅凭原疾道义 还有些利有不但 但若想与之抗衡 当不在话下 说到这 苏伊俯摸着下巴琢磨道 不过 等我修为他入灵伦境的时候 玄照镜初期的角色 无论是否掌握完整的法则力量 当再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这番话 他并未遮掩 以至于落入婆娑二中后 让得这位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太素灵尊 也不由心生波澜 难以淡定 婆娑禁不住道 你之前已经击败过 玄照镜初期的皇者 不错 苏伊点了点头 婆娑 须久 他谋犯一彩 感慨式地说道 这番话也幸亏是出自道友你的口中 否则 我断不可能相信了 婆娑很清楚 哪怕前世的玄军剑主在强大 可如今的他 毕竟已是转世之身 也仅仅只是个十八岁的灵湘镜少年而已 可在这等情况下 他却能横跨一条道徒 击败皇者 这简直就是缔造了一个古来未有的记录 一如神迹 这就是我转世重修的缘由之一 前世的时候 或许我已经称尊天下 可唯有我自己清楚 前世的道徒 存在着不少缺陷 苏伊拎着酒壶 为自己斟了一杯 在当时 久久无法突破更高的道徒时 我就意识到 以往道徒中所留下的缺陷 无疑已经成为我修行路上的一个羁绊 说着 他将被终究一饮而尽 悠然说道 而今世 这些缺陷已经不复存在 当我在踏上黄道之路 修炼到黄极境的圆满地步时 自有充足的信心 迈入一条比黄道之路更高的道徒 少年轻袍如玉 言谈从容 眉梢眼角之地 尽显辟腻扬扬 婆娑正正凝视苏伊片刻 道 在干古时候 我也曾听闻 黄京远不是大道的尽头 可历经漫长的岁月至今 我不又渐渐怀疑 传人是否为真 说到这 他如梦幻般绝美的玉绒泛起一抹一样的光彩 可现在 我信了 从苏伊身上 婆娑的确看到了这种可能 并且有预感 总有一天 眼前的苏伊 会比前世更强大 也更耀眼 却见苏伊笑了笑 道 若是动心 等我重返大荒时 就跟我一起离开便是 婆娑顿时微微有些窘迫 还谋瞪了苏伊一眼 道 道友怎还惦念此事 仙子薄怒清晨 也美不可言 苏伊忍不住笑起来 道 若不惦念 那才叫往为难儿 婆娑玉绒一阵变幻 光泽炼焰的粉刃 唇角微翘 眼神促瞎道 可惜我对仅仅只有十八岁的小家伙 可一点不感兴趣 苏伊 他正要说什么 极远处传来一阵破空声 崔长安来了 我可不想被他那头叩拜 婆娑说着 身影凭空消失 很快 崔长安的身影匆匆而来 刚一抵达 这位崔氏一族的掌权者便神色凝重道 祖伯父 我刚接到消息 王子成一季内 在昨夜发生了一场惊变 被视作不祥之鸟的九幽名鸭 在时隔三万年之后 从王子成内掠出 重信世间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